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接外面又把你用很亮的树子 它用一种特殊的树子光剂把你打在这上面 所以让你感觉上整个看你根本看不出来 可是从外表就可以看出来它这么亮 珊瑚要这么亮是有一点问题我们就要很小心 第二个可是你看它这个亮度都是树子光 这个亮度都是树子的光泽 珊瑚的亮度的光泽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也看到珊瑚它确实是珊瑚 这里面有珊瑚的纹路 可是纹路的上面有一层东西覆盖在上面 那个是一个亮光漆覆盖在它上面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为什么会那么亮 就是因为它的亮光漆 那如果这种东西 因为你长期可能摆在阴暗的地方 如果你是把它摆在柜子里面 用强光去照它 它慢慢就会越来越不亮 那所长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纹路是正常的珊瑚的纹路吗 可是这个纹路会不会看起来有点假 好 那个就是亮光漆打上去了以后 在那边的焦灼的状态 对 那个就是亮光漆打到最后变成焦灼了 这是焦灼的状态 对 那就是焦灼的状态 OK 所以这个也是粘上去对不对 对 那个也是粘上去 就是说为什么上面这边比较粗状 对 所以这是另外一颗 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咯 澎湖人被澎湖人骗 对不对 比较好骗 没有啦 那个人家送的没有关系 而且你放在你们家仓库 没有关系 继续给他 穿在仓库里面 继续还有放仓库 好 来 接下来 我有点担心耶 你的东西 这个... 有啦 这个稍微保持一下 好 来 接下来要好好来介绍一个 这个是翡翠的手镯 我拿它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 好 来 我们先讲一下 您当初是怎么样 拥有这一个翡翠手镯的 因为我从小时候 我就很喜欢浴镯子 然后我妈妈说 好 等你以后要结婚的时候 就送我一支 所以我那时候去香港玩 然后就大概找了两天 在尖沙嘴 那沿路一直找 那我后来是在他们的浴室里面买的 对 所以你说香港的浴室哪一个浴室 那是靠近好像庙街那边的样子 庙街那边 庙街那边 整个浴室 是摊子还是有店铺 它就是很像以前的 像假日浴室一样 对不对 一摊一摊 一摊一摊 对 就一摊 一个大的广场 好 然后当初买了多少钱 大概河台币大概2万港币 差不多7 8万 你那是自己去逛的 还是有人带去的 我妈妈跟我去的 就是自己随意逛这样去逛到 对 就很多店 因为其实那时候香港的珠宝店 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 大概河台币大概2 30 那个时候 20年前 可是这个它就是摆在前面 你就直接看到了 还是你跟它谈了以后 它到后面再拿出来 没有 就现场 就看谈价钱可以 然后就直接套进去了 所以那时候是 花了大概8万块的港币 大概2万块的港币 2万块的港币 那也不便宜 几年前 大概快20年前 20年前买2万块的话 基本上如果买对的话 应该是很不错的 好 但是呢 我刚刚一直非常的小心 拿这个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 你把它弄断了 不是我弄断的 我赔不起啊 一半您先拿着 来 好 结果没有想到 我们这个连小姐 居然把它给弄断了 为什么弄断 怎么弄断的 其实这故事 第一次其实我没有断 有一次骑摩托车 然后我去买菜 累馋 我脚趾头有断一只 这个玉卓没断 我好高兴 可是差不多在2年前 大概那时候小孩子要升学 每天这样几乎大概去上下雪 去补习 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 我昨天怎么不见了 就很慌 然后少了两天 然后才在棉被里找到 对 就很难过 被你压断 压断了 也不晓得 因为它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这搞不好你那个雷才那次 它其实可能就已经有点点烈了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不小心压一下 也就是断掉了 不过一岁人平安 但是现在连小姐 因为当初买的这个手镯 非常的昂贵 而且是跟妈妈一起去买 二十几年前 所以即便是断掉了 她还是把它珍藏出 然后要来好好的问一下这个所长 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如果要保有她的价值 她应该要怎么样做才对 好 对啦 你应该要问这个 对 我该留下来 所以到底要不要再把它强起来 还是把它解决掉 因为我戴了18年 我几乎都是戴在身上 除了一两次去塑溪 把它拔下来 其他都是戴着的 可是我觉得好像情况不是很乐观 我觉得你可能会跟这个摆在一起 然后以前这个年代 我们去香港 香港好多卖玉 这是它的价钱 我们还是去那个卖玉的店 它的价钱你要打到0.3到0.5折 你那时候有没有还价 那时候定价是定多少 忘记了 都可以打那么多折 要不要到八万块港币 因为那时候港币其实比较便宜 好像是三块多 三点多 对 三点多 这个主要就是这一块 对 这个都是天然的 多少 就可以确定它是天然的 而且你的有一些 像这边这一块 这边这一块 还有这边的一些 你可以看到一些石纹 这边有一些石纹在这边 好 这些石纹都代表它是A货 哇 不错 可惜了 来 我说一下 可惜了 可是断了 可是断了 对 我在18年 太可惜了 实在太可惜了 其实我从大概七八年前 就开始在物色 因为我觉得这是太小 二十六半 可是越看 价钱越来越高 就买不下去 而且它是一个圆环 对 它是圆 我不喜欢圆的 圆形手肘 我不喜欢这种 我们这样来估价好了 我们不要算它断掉的一个价格 我们说这一个 当初你买两万块港币 大概就是八万块台币的 这一个手肘 翡翠手肘 如果完好无缺的情况之下 当然现在已经断掉了 好 这一个手肘 现在到底价值多少 我们请这个所长 帮我们先见价 就是完好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这个手肘呢 目前市场上行情价是多少 请见价 八十万 天啊 你折掉了多少钱 八十万不小心就没了 真的流眼泪了 你看啊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这个真的是刚好啦 刚好是那个车祸的关系 那也让你保住了 你要这样子想 你就会开心一点 还好你有这个罪子 帮你挡在那边 那不然的话呢 你现在的话不知道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没有关系 他碎掉的话没有关系 好 你不用担心... 我们请所长告诉我们大家 就是这个手肘 目前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 能够最起码呢 这个价值能够再稍微高一些 好 通常断掉的手肘呢 有几个处理方法 第一个当然就是接回去 可是你接回去的话 如果你这边用强力的树子去黏呢 你是黏不住的 它迟早还会断 所以一定是用金属 用K金去把这边包起来 把这边用K金包起来 这个地方也用K金包起来 这样子又成了一只手镯了 如果你觉得说这样子 因为你一包起来 大部分人都知道 只要一看到手镯上面有K金 那就知道那一定是断掉 有裂纹的地方 所以大部分都会知道 那如果你又不喜欢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的建议呢 就是看我们现在这个有 绿色的在这边 就把绿色这一块呢 你可以把它截下来 然后把它稍微修一下 把这一块呢 有的人就把它做成坠子 你把它做成就这一块 把它做成坠子 要挂在这边的一种坠子 那或者呢 你也可以把这边呢 把它削一半 做成一个圆弧 圆弧状的这样削一半 就下面这边把它削平 做成呢 一个马鞍戒指 做成一个马鞍戒指 那同理 别的地方都是一样 你都可以这样做 只是这个唯一的就是说 这种没有颜色的地方呢 可能意义就不大了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这个没有颜色的 大概就要废弃了 就没有用了 大概也只能用这两个方式 但是好 我们马上再来建议一下 就是说这个已经断掉了 断掉的情况之下 目前市场上的行情价是多少 请建价 三千元 怎么差那么多 好 为什么 我跟你说 因为这个你要是把它修复了以后 是修复再来看价格 可是因为断掉的东西 没有人做法 那他如果把它 还是备用成手镯 已经修复完呢 那就已经变成你要买原料 这已经叫做原料 这样子要够了 你要把它修复完了 修复完了 断掉的还是很难 还是很难 你要卖... 那等于是断掉 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可是你把它用成最值了 那就是要等到你做完以后 做完以后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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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变成只是一个 你就变成只是一个 你这变成只是一个